大家好,我是阿脚,欢迎来到胡克网 我们PS滤镜最常用的功能给大家介绍过了 那么这节课简简漏啊 因为滤镜里面有很多的选项 我们把剩下的有一些还曾经用过的给大家演示一下 首先在像素化这边啊 像素化这边 我把图片先CtrlJ复制一层 那转为智能对象 像素化这里面有一些大家可以点开看看效果 比如说这个金格化 我们把单元个条大一点 它可以用来做教堂彩玻璃的效果 如果大家做欧式古典风格的话 涉及到相关的元素可以尝试 然后还有一个马赛克 用来做马赛克的这个 这个可能用途会广一点 马赛克除了真的我们有需求去做马赛克的效果以外 还有什么情况下它也适用呢 我拿绘画来举例啊 就是在我们学习色彩的时候 会涉及到一个概念 就是对颜色的概括 因为自然环境中的颜色非常丰富 那比如说我们在临摹绘画的时候 做绘画临摹的时候 尤其是模仿大师的作品 然后你就会概括不出来 它里面到底用了多少颜色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做一个 马赛克的效果 它可以帮我们把这个图的颜色给概括出来 然后我们再去模仿 有可能初级选手 调的这么多颜色就已经很费劲了 但当我们能力越来越强的时候 可以看出更多更细腻的颜色 那这个是拿绘画举例 设计的例子比较少一点 因为设计的色彩相对来说还是很直观的 其他的我就不一一演示了 还有风格画里面有一个浮雕效果 这个浮雕效果还是蛮写实的 而且还挺好看的 如果我们选的图是比较细节的话 这种图还是挺好看的 它也是帮你提取了一个新的明暗关系 我们再复制一个彩色的图上来 我们可以把这个明暗关系给它选择叠加的模式 可以看到非常细腻的 错位了一个像素的这种效果 还有呢在扭曲里面也有一些效果 比如说做这种波浪 这种效果在做把照片转为油画效果的时候会采取 当然波浪不会扭曲的这么明显 最后一个呢就是渲染里面 渲染里面我们可以试一试光照效果 在光照效果里面我们可以调整光照的面积 会准复 还有颜色 还有颜色 我们选个黄光 调整聚光的面积 最后点击确定 它就加上了一个光照的效果 这里我用的是黄光 因为圆图已经很亮丽了 如果你反过来选择一张比较昏暗的照片的时候 你也可以给它叠加一些明亮的光 最后还有一个滤镜库 滤镜库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艺术效果 大家可以去试一试 像这种变尖纸的效果 也挺有意思的 还有颗粒 颗粒我们之前做过 用滤镜的杂色 添加杂色 这里直接有颗粒可以选择 还有彩色玻璃的效果 刚刚我们用的是金格化 那这里的话 它除了金格化还加上了描边 很好看 还有就是转为绘画的风格 干化笔 绘画涂抹等等 这边都可以调整大小和细节程度 如果我们要叠加多个效果的话 可以在底下先点击新键 然后再换效果 不过这里面 绘画的效果都比较粗暴 因为它都是用的一种规律去做 而实际上 真实的在绘画过程中的话 你的笔触一定是有变化的 才会好看 好 我们在绘画涂抹上面新键 再加上 再加上 喷色描边 或者 再加上 成角的线条 这就比较像水粉 这就有一些水粉的感觉了 好 那么滤镜 滤镜库里还有很多选项 以及这下面也有很多选项 大家可以自行去尝试一下 看看它们 弄出来的效果是什么样 那么具体的运用呢 还是未来在实际工作中 遇到案例的话 再去积累 那么滤镜的学习就到这里了 下节课见